今一本季花了大把钞票签下的先巴投手Himenez 投球成绩完全不符合身价 不但只拿下两胜 而且防御率快逼近五 今天面对杨基 一局下半很快又十分 Himenez状况不稳 杨基三度攻占满垒 只可惜布朗克斯轰炸击 就是打不出关键安打 让Himenez投完前五局 关关难过 关关过 金银打现前五局被黑田博树完全压制 一只安打也打不出来 但六局上半 金银一口气打出四只安打 一局超前比数 金银在九局上半攻势赛起 状况火烫的Pierce打出单场第二只安打 帮助金银再添一分保险分 两分的领先来到九局下半 金银派出六月份拿下五次救援成功的终结者 Briton上场 没想到Briton不但先被杨基追回一分 还在两出局后 被Carlos Beltran打出石破天津的 再见三分炮 杨基中场就以五比三 逆者击败基因 拿下最近的四连胜 杨基在每年东区只落后蓝鸟 一场败的胜杀 云西文王热洋带起 三分炮